你快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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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医院 你快要生了 沒關係 看這個 台中是一名41歲陳姓孕婦懷孕38週 3月29日深夜羊水破裂 丈夫騎著機車要帶她去醫院 結果沒開大燈被警方攔下 沒想到後座的陳女跟袁景說明 因自己羊水破了 趕著去醫院 過程慌忙 丈夫才忘記開啟車燈 袁景一聽 擔心陳女乘坐機車叫顛簸 不舒服 趕緊要她上警車 跟先生分頭前往中國復醫 或許袁景開啟警笛 警示燈 僅花5分鐘就把人送到醫院急診室門口 據警方了解 陳女是41歲高齡孕婦 這次懷孕是夫妻倆花了許多次嘗試 才成功透過試管嬰兒懷孕 也是兩人的第一名孩子 懷孕34週 有請有車子幫你騎過嗎 3434 沒有你坐在這邊就好 目前第幾胎了 第一胎 你現在哪裡不舒服 肚子很痛 肚子很痛 然後有點冒冷汗 有點冒冷汗 有點冒冷汗 對 看一次 你有感覺有公縮嗎 他說他不知道什麼是公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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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有沒有落紅還是有什麼症狀 都沒有 你說是開車開一開就突然吐痛這樣 對 他是開車開開 那你可以在這邊先稍等一下 對我們救護車馬上到 謝謝 你去看開車開到這邊 然後身體不是這樣 我自己身體不是我應稱進來的 那很感謝武昌派出所的警察 因為我沒辦法停車 那他們還幫我停了車 又叫了救護車 那所幸是假性公說 那感謝武昌這些協助我的警察 還通知了我的家人跟忙我停車 才沒有讓我發生一些意外之類的 真的很感謝他們